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年已成人 成人人少年 在成为一名演员之前 王一博跳了十几年的舞 十多岁就去了国外生活 自是比一般人经历的要多 这样的经历让他从小就开始模仿成人的思考模式 变得很警戒 一点点的磨砺自己出人头地 也早早学会了尽全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急不躁 这也算是一种成长 只是比较疼痛 比较被迫 不过成为酷盖是他从小就有的梦想 他说希望自己成为男人中的男人 从王甜甜成为王酷盖也是必然的 其实王酷盖和王甜甜始终都存在 酷盖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柔软的一面 可言 可甜 卖萌耍帅都可 他小小年纪经历了多少的山虫水腹 脸上却仍写满了单纯 第一次认识王一博 是在四年前踏上了快乐大本营 即在UNIQ的组合当中 除了引人注目的一头嫩黄头发 就是他表演的悠悠球秀了 腼腆青色 更多的的确是尴尬 表演完了主持人和嘉宾客气的表扬一下之后 他就默默的坐在一边了 当时在看节目 跟旁边的小伙伴们笑得前仰后合 上快乐大本营表演悠悠球 这个韩国小朋友是不是以为这是老年综艺啊 后来才知道 这悠悠球啊 一般人短职间内是很难掌握节奏的 后来才知道他认生 认生是他性格的底色 学生时代便是如此了 人一多就不愿意说话了 默默的往边上靠 但重要的节点呢 在意的人认准的事情表达 从来都没有出现习过 在韩国当练习生的时候 练舞就是功课 不会的动作慢慢学 跳不好的就一遍遍的重来 跳舞没有调小的法子 只能够自己一点点去练习 就像陈情令里谈他的角色时 他说 天天穿一样的衣服 天天一样的表情 就慢慢习惯了 不知道王一博的人都觉得 他仿佛浑身散发着 难以接近的冷空气 但接触他的人都知道 王一博是一个自恋的奸谈少年 他会把自己的表情和照片 发给朋友们看 会和小伙伴们 叽叽喳喳的吵来吵去 是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还是王一博的另一面 外人很难说得清 不过话少有话少的好处 表达同样有表达的快乐 他很直爽 被粉丝称为王怼怼 当被问有什么 要对粉丝说的时候 他会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 当年在节目当中介绍自己 叫做洛阳白牡丹 并且在队里边负责高冷 对这些外面的吹捧 从来不当回事 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在接受外来的刺激 那些触动我们的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都可能促进我们的成长 王甜甜变成了王酷盖 他不再是以前那个 想看腹肌就给看的 王甜甜了 更喜欢说 王一博是一名演员 他演的每部戏 陈情令 还有即将播出的 尤斐 在还原人物角色的同时 他还成为了角色的一部分 角色也成就了他 他小小年纪 经历了多少的山崇水赋 脸上却写满了单纯 就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光 成为彼此的救赎 就让我们一起勇敢追梦 归来仍是少年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